你是我的女儿 我永远不会抛弃你 为什么 死去 如今我们的生活里 无论是看电影、电视剧、玩游戏 都离不开各种人生配音 然而这些声音的创造者 声优或者说声音演员 往往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我一直很好奇 说话人人都会 那配音到底有什么门槛呢 同样作为声音工作者 声优和播音主持又有哪些区别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 今天我打算直接去到一个知名的声音工作室 看看他们的选拔机制究竟是怎样的 今天我来的是729声工厂 创立于2016年 可能是国内现在最知名的配音公司之一 旗下有众多一线的配音演员 作品包括英雄联盟双城之战 全职高手 三体 魔道祖师 等等各种类型均有涉猎 那让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办公楼里都有什么 我们这边公司都是以台词为主嘛 平时工作用的话筒就这些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 还在棚里正在使用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东西 到处都是 而且我们有很多根 感觉商业录音棚挺像的 其实很像 本质上都是一样都是录音嘛 我们最主要的东西是还原人家的那个原本的音色 所以说设备会相比于录音乐什么简单很多 反而 还有桌子 有椅子 有电视 我们特别喜欢比如说很容易长期坐在这里 一坐就是很久 五个小时六个小时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所以说一般都是来坐着完成的 而且很多人他们坐着更好用腹部的力量 我怎么感觉你的声音也像配音演员呢 我只是耳濡目染多了 但其实刚来北京的时候 普通话完全不行 729的这个楼里大部分都是各式各样的录音棚 也就是说他们实现了自己整个产业全流程制作的能力 除此以外在二楼的一小部分是办公区 然后楼下有一些休闲娱乐曲 总的来说就是很有生活气息 然后各种二层的元素也非常多 各位一定想不到在这个729生工厂里还有一个什么生物 就是虎皮鹦鹉 说是有一天直接飞进来了 这个颜色就很像原来那个推特的颜色 那各位可能很好奇这是什么 就是墙边非常突兀的冒出了一个像对讲机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全楼广播 按住说话那整个楼里的人都会听到 测试测试 我不敢说了太恐怖了 但是它这个功能之所以有 就是因为像休息的时候 可能这些配音演员会在全路过的地方 一个一个的发短信或者找会比较麻烦 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系统 我感觉这个就非常惊艳之寒的设计 以上就是729的办公楼 无数经典的配音作品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才能在这里参与配音创作 又要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专业的配音演员呢 配音尤其是给游戏动漫作品配音 其实在市场上一直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晋升机制 它不像比如下围棋 只要你通过了选拔你就是职业棋手 但即使在大学里往往也只有播音主持这样的专业 而没有专门的声优专业 或许正因为如此 729从2016年开始就做了这个新人声优育成的项目 至今已经有非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通过这个计划 成为了知名声优 比如说古江山 斯陆陆 赵爽 贤琛等等 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帮你打开声优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那今年的这个征集呢 其实是几个月前就开始了 500多人参与了报名了 而这500多人里能进入线下富士的有80人 进入富士说明你可能具有成为职业声优的潜力 那两位老师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729生工厂的配音演员乔世宇 当然是真心的 心儿对公子感激不尽 你要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照顾自己 哈喽大家好 我是729生工厂的配音演员郭浩然 一次是巧合 两次 怕不是巧合就能解释的 找这两位大佬来 是为了和我一起做一个盲听挑战 那我们呢准备了几段这个出选的实际的录音 需要给接下来放的这几段做一个排序 就是他们的得分可能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 最后看看这个离他实际的这个打分怎么样 等下要放的所有选手背景各不相同 但他们都已经通过了出选 说不定里面就有未来的知名声优 所以各位也可以来盲猜挑战一下 看看你能不能猜对他们的得分顺序 我叫张亦凡 是一分中学一名普通的学生 我的学校出世了 死了一个人 他是我的同学 很好很好的朋友 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叫张亦凡 是一分中学一名普通的学生 我的学校出世了 死了一个人 他是我的同学 很好很好的朋友 我害怕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 我今天想把我的经历发布出来 让更多人知道 你们呢 你们愿意站出来 帮助你们的同学吗 他这第二个明显 我感觉情绪比第一个多 但是是不是有点太多 是的 你看看 我觉得就是人啊 情绪表达应该是循序渐进的 刚才这个同学 他可能就是 他认为的那些什么点 我觉得都是混乱的 他也许就是太想让我们感受到 他已经进入到这一段的情感里了 就有点用力过猛的感觉 对 很突兀 冯尚书的后脑 砰 刻在凸起的鹦雾上 从来出现一道细小的裂缝 不过 智商不会指人当场死亡 甚至不会觉得疼 所以冯尚书当时觉得没什么要紧 就没把这伤放在心上 冯尚书的后脑刻在凸起的硬雾上 从而出现一道细小的裂缝 不过这伤不会指人当场死亡 甚至不会觉得疼 所以冯尚书当时觉得没什么要紧 就没把这伤放在心上 冯尚书的后脑刻在凸起的硬雾上 从而出现一道细小的裂缝 不过这伤不会指人当场死亡 甚至不会觉得疼 所以冯尚书当时觉得没什么要紧 就没把这伤放在心上 同一段话真的由不同人配出来 他感觉就是不一样 是的 他应该是读过小说 或者是读过很多有声 没有上一个人读过很多有声 上一个人读的有声 肯定比这个人要多 宇宙 就是一座黑暗森林 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 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 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 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声音 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 不管是娇嫩的婴儿 还是步履蹒跚的老人 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 还是天神般的男神 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开枪消灭之 感觉他情绪就是比其他人平一些 又觉得还听着没什么问题 他应该是学播音主持的 这种学生对于我来说 我可能是最害怕的 因为他的声音位置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自己的模式 我觉得配音更偏向于的是一个表演的东西 最后一个孩子 他就是有一个非常优美的声音位置 但是这个声音位置反而是最不好改的 我个人觉得是三五四二一 我是三四五一二 我是四三五 然后一和二并列最后 那跟我一样 其实就是三四来回倒腾 我们俩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实际排名是怎样的呢 我的是吧 三四五一二是吗 我这么准啊 我是根据我觉得这个孩子好不好调的程度 我来评的这个 我觉得三四差不多 很像在念词 把他看到的东西念出来 但是我觉得他跪在很平 只是赋予了一点点感情 那我可以理解为他比较生疏 对表演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 我觉得会比较好教一些 我为什么把四号排到了三号后面 因为我觉得四号有一点点 就比较特别的口音 他那个可能不太好改 说实话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几位应该都算是大佬了 但是两位老师明显有着更高的标准 而且能一下就捕捉掉 他们每个人身上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每天都要发生许多变化 有人倒霉了 有人走运了 有人在创造历史 历史也在成全或抛弃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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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就是没有经过什么训练 完全是你自己的说话习惯 也没有一些发声的方法 也没有扣行的方法 所以冯尚书当时觉得没什么要紧 就没把这伤放在心上 但是这道细缝会使他的脑袋里渐渐的出现血肿 过不了半个时辰 血肿就会让他整个人变得晕乎乎的 所以冯尚书当时觉得没什么要紧 就没把这伤放在心上 但是这道细缝会使他的脑袋里渐渐出现血肿 过不了半个时辰 血肿就会让他整个人变得晕乎乎的 说不清话 走不闻路 我总能感觉他有一种毒的感觉 我不知道他断句还是节奏的原因 对 确实是 就是像面对这些常台词的时候 容易让人听起来像念识 是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这个阶段来说 是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 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 因为还没有 对 还没有学什么表演的东西 我出生在三百年前 九重天上的人都叫我小天孙 我父君是天君长孙 也是天族的太子叶华 娘亲名唤素素 是个美人 也是凡人 我觉得这段应该挺有名的吧 这个小天孙其实是很机灵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觉得可以录得机灵一点 可能更符合这个片段 以及这个人物 我突发奇想 就是老师有没有这个示范一下的感觉 有没有这种缓解 我在想 你看啊 我想想啊 我出生在三百年前 九重天上的人都叫我小天孙 我父君是天君长孙 也是天族的太子叶华 我娘亲名唤素素 是个美人 也是凡人 差不多 就是我觉得得是一个机灵的宝宝 从废墟中醒来 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总是在做相同的梦 在梦里 阿富为我绑过一个玩偶 玩偶上 拴着小石头 风一吹 就会响 跟风铃一样 很成熟啊 晚上都很高啊 都是为了我 天天要我争气 可我就是争不来 我花了家里那么多钱 现在连能不能进去上学 谁也不知道 一般来说 这种哭戏会比 前面那几段要难吗 在表演上 不难 大哭跟大笑 是最不难的东西 最难的就是好好说话 娟儿啊 妈给你讲讲 秉坤小时候的事呗 小时候啊 她哥哥姐姐那学习好 轻轻松松就能考一百分 她呀 费了牛劲 也刚及格 妈就想啊 把她的脑子给她补回来 后来你爸就说 你说这仨孩子啊 有俩有出息的就行了 这组排序有点难呀 对 女生很难 因为我们每年收到的女生 大部分都是这个水平的女孩子 所以女生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挺难挑的 二号应该是第一名的 我已经把二写到第一个了 后边也没写 我还比你强 我写了个二五 然后后面就并排吧 好吧 有三个同分的 是吧 二五后面三个同分 对 你看 我说什么在这 好好好 你运动率很高 不愧是我 确实 那二比五的这个优势体现在哪 声线 嗯 声线 它音域很宽 可以变郁姐 然后也可以填闷 就是这个是一个自身的一个条件优势 其他刚才那几个 我俩一直在 像谁什么 对 对对对 都有像的人 都有像的人 其实我觉得女生 女生声音相近是一个 无法避免 无法避免的东西 经过出事的这八十人之后 还要再经过一次线下的复试 复试是八十进二十 而这二十个人 才能进入七二九正式的培训班 接受各位大佬们的专项训练 可能这二十个人里 只有五六个 进入到跟棚学习的阶段 他们需要持续跟棚半年 乃至一年多 才能第一次有机会站在麦克风前 配音商业作品 而且这个阶段还只能配裙杂 也就是一两句台词的路人角色 所以各位以后看到 类似于电小二这种角色 千万别不当回事 能做到这一步的 已经是兼具天赋与努力的 高手中的高手了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想要再配到主角 还得再去 哦对 你想录到主角 其实我们的成长四五年吧 我们会跟孩子们提前说 哪怕说清楚 过程会很长 他们也会坚持 这一两年过去以后 有的人就坚持不住了 再留下来的就更少了 那拍完这期视频 我自己也感觉像是 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大门 以往无论是看剧还是玩游戏 我对声優的关注 其实不会有那么大 那现在我才知道 可能我看到的每一句微不足道的台词 可能但是他背后的都是一个经受了三五年的锻炼 披荆斩棘 成层过关 百里挑一留下的一位 就感觉配音这个事的分量在我心里一下就 抬升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那受限于时间其实还有非常多没有展现的部分 所以如果各位对这些感兴趣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后续我们可以再做后面的内容 比如今天的这十位选手 谁会最终出道 他未来又会接到哪部作品 什么样的角色 我很想见证他们从零到一的整个过程 也衷心的希望他们能实现自己的声优梦想 好了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